Javi Kastasaki Danser Kitalemi 早晨啊大家 我們提前一晚就住了LA機場的酒店 方便我們出發去墨西哥 今次我的旅行夥伴 就是我的媽媽和弟弟 坐了4個多小時的飛機之後 我們就終於去到墨西哥城 然後開了我們的導遊和司機 他們都超級nice 我們的第一站就是Airbnb 一開始看到這間屋門口的照片 這麼慘 我真的嚇死 但進去之後發現這間屋其實是超美的 我真的強烈建議大家 如果要去墨西哥城的話 一定要住Airbnb 這裡的Airbnb全部都超美 好了大家 我今天搭到全的飛機超累 我們明天見啦 來了墨西哥的第一個早餐 一定要吃Dago 對呀你沒聽錯 在西班牙語裡面 這個真的讀Dago 而這間Dago 它只是普通的路邊磅 但特別之處 就在於它所有的Dago皮 都是這個婆婆自己插出來的 接著我們就去了看墨西哥城市 附近的太陽月亮金字塔 但是它這裡的樓梯全部起到是超斜的 所以如果你位高的話 就千萬不要上去啦 臨離開的時候 見到門口有賣這個仙人掌果 我們的導遊哥哥就強烈建議 我們一定要試一下 果然吃了 真的很不同 它是又甜又多汁 質地有點像蝦米瓜 接著我們就去了吃一間 我會稱之為大排檔式的Dago 這間Dago應該是我整個旅程之中 吃過最好吃的Dago之一 接著我們就去了參觀墨西哥城的教堂區 因為這裏99%的人都是天主教的 很有趣的是它們全部都是斜的 是斜的 可能是因為地震或者被陷的原因 晚上我們就去了一間 墨西哥城府出名的酒吧 這間酒吧就叫做Ginji 全部都有大家 大家好 今天就已經是第三天了 首先我們去租車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自駕遊 所以我們要租一架車 這裡租車真的很貴 對 租車的門口又有很多這些路邊檔 導遊哥哥又是建議我們去試一下墨西哥特有的辣椒粉溝水果 讓我試一下 嘩 好難去 可以讓我試一下 嘩 暗黑料理 嘩 試了給你這辣椒 神經病 但也挺想喝 好鹹啊 嘩 下一站我們就去參觀墨西哥國寶級藝術家FIDA故居博物館 而墨西哥城是僱次於巴黎擁有全世界最多博物館的城市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去參觀他們的博物館 而他們大部分的博物館都需要額外付錢才可以進去拍照 我就給了錢啦 所以等我帶大家參觀啦 所以等我帶大家參觀啦 我竟然在FIDA的房間裡面見到武主席 大家參觀他的博物館之前記得記得一定要看這部電影去瞭解他的生平 打完瓶禮卡 是時候又去吃Dargo 而今天的Dargo我會形容為街市大排檔Dargo 因為他真的在墨西哥的街市裡面 而我覺得Dargo的精髓就是在這些辣椒醬上面 他們當地就叫做Sauce 其實也是很辣的 讓我來表演吃Dargo 之前就聽人說正宗的Dargo 吃完是很容易肚餓的 不過整程旅程我們一家人都沒事 下一站我們就去了建築師Baragan的家 他是一個很出名的建築師 他的家是超級無敵的 我是本身虛大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去 超式利用光影和大膽的顏色去放入他的設計裡 而下一站就是墨西哥成人類學博物館 如果是對歷史有興趣的話 就一定要去 不過一定要請一個講解月 不然就會看明明 下一站就是墨西哥首富的博物館 他真的超有錢 他的收藏超級無敵 是很值得去的 而我們在墨西哥成的最後一餐 就是我這一間預訂了很久 但也預訂不到的 吃烤魚的炭氣 我們平日下午6點去walk in 但也已經要開始排隊了 墨西哥真是萬物都可以拿來搭局 連吃烤魚都可以拿來搭局 但真的很好吃 真是很好吃 喝完這杯咖啡酒 我們墨西哥成的行程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掰掰 的